好,各位線上的觀眾朋友,還有現場的media mail,大家好,今天是台灣民眾黨的政策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的主軸是南北軸線大翻轉,振興產業再發展 那今天想要主要提的是從國土規劃在談這個產業再發展的部分 那今天現場也邀請到我們的部分區立委候選人張綺路院長 還有我們的高雄第八選區的立委提名人敖國勝 那一起來到記者會想要跟大家談談這個國土計畫跟產業發展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談的其實是這個國土三法裡面的部分 其實它是從這個2016年馬政府時代所提出的 那國土三法裡面包含了國土計畫法 還有這個海岸管理法跟失地保育法 合稱的是國土三法 那今天要談的是從這個國土規劃的部分來談高雄還有台北的相關經驗 那還有在高雄有沒有可能實現 所以今天也要來聽聽學者跟基層的聲音 那其實呢國土計畫法其實它按照它的法定時程 應該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4月30號公告這個全國的國土計畫 那各地縣市政府呢在依照這個全國的國土計畫呢去做縣市的國土計畫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在2020年也就是明年的5月1號前要公告來實施 那也就是這6年內呢需要去取代這個現行的區域計畫法 不過目前呢這個法定的時程呢還有進度其實都是落後的 那現在的執政政府呢其實是應該要提出一些相關的配偶措施或是解決方法 來告訴民眾說現在的進度落後我們應該要怎麼辦 那台灣民眾黨作為一個新興的政黨以及要前進國會的政黨 我們今天想要提出的就是台灣民眾黨的立場跟看法 還有我們想要提出的解決之道 那其實呢我們首先我現在談的是其實身為前台北市的副發言人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台北的經驗是怎麼在台灣實現的 那台北市的相關經驗呢其實我們有成功的做軸線翻轉的部分 其實市長在前四年的這個任期也就是第一屆的任期 做的就是這個西區門戶計畫 也就是大家現在可以看到的北門附近還有大道城這附近都叫做西區門戶計畫 那西區門戶計畫其實還有包含最近剛簽約的這個C1D1 所以其實這個計畫都還在實施跟進行當中 但是他也讓大家成功的看到效果跟大家實體實際上可以感受到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在這個北門呢來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這個台北燈節 那台北燈節其實從整個西門丁到北門這一個區域都是他們的 都是在西區門戶計畫面 那當然大道城的部分大家最近也看到大道城是假日非常多人 而且這個電租的部分也有漲了非常多 然後這邊有很多文創的小店也有很多的咖啡廳 那很多年輕人跟外國旅客喜歡到大道城這附近 所以西區門戶計畫其實在過去的四年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改造案例 那捷運的人流部分像是西門丁這一站呢其實也增加了16%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成功的帶動觀光也成功帶動西區整個整體發展 那電租的部分也有稍微漲價一點點 但是我們其實台北市不只是注重西區門戶計畫的部分 其實未來四年柯市長想要在台北市繼續做的是叫做東區門戶計畫 包含南港部分有很多現在正在興建的建案 那還有我們未來的科技園區也都在南港這邊 還有轉運站的部分也在南港這一塊 所以我們不只注重西區我們還有東區的發展 那當然還有最近大家談到的這個東區商圈的振興計畫 其實配合這個觀傳局跟商業處整年的這個活動 其實跨年這部分我們辦了一整個月的活動在東區 所以大家最近應該有看到這個混我們在東區混混東區 這個部分其實是這個東區今年的年度大計畫 希望可以帶動整個東區商圈的發展 那台北市其實成功的把這個軸線做翻轉 不管是從西到東還是未來從東到西 都把台北市的這個翻轉經驗把整個台北市都帶動起來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台北市注重單一的區域 我們也是讓所有的地區都很平衡發展 那在台北市我們既然實現了這樣的計畫 我們就希望未來在台灣 不管是北到南還是南到北 我們都可以把台灣這樣子 重新再翻轉的這個軸線 把它重新再成…軸線再翻轉一次 那當然軸線再翻轉 當然還要談到產業的部分 還有國土計畫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請這個張學長 來跟我們說說國土計畫的部分 好 謝謝 大家好 那個我是張齊武 那個剛剛我想學姐她已經談得很清楚了 一個我們的對於整個台灣的想像 我想其實今天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很多的這個政治的口水戰才發生完畢 你看我們民眾黨還是非常認真地在討論 我們真正的公共政策 可能大概我想我們的網友 或者我們在體的媒體先進 或者我們國人 其實可能還很難想像其實這個議題的重要 那但是事實上這確實真的是一個攸關 真正國際民眾 而且整個國家發展的長治久安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議題 但是我們今天卻是這個老實說 煙幕在這個選舉的口水戰裡面 其實你們剛看完這個好像總統這個辯論 但是答案就是口水戰打來打去 但我們沒有任何真的在談公共政策 其實我們今天還是非常認真的要來談一下這個課題 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說這個我先講簡單一個報告幾個數據 其實我們在想其實為什麼去年2018這個高雄這個有一個反準 其實老實說其實我這樣講就是說 台灣在南北的這個狀況上是真的有很大很大的 抱歉一個失衡一個很大的一個失衡 我先報告一個就是以我自己服務學校的一個數據 這個在我們是學校因為各位知道是在中山大學 他會大概每兩年他會對畢業生做一個調查 其實我們在106學年度跟104學年度都有做這個畢業生的調查 大概就是說我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能真正留在高雄的 在106學年度大概就是說他發出去問卷 大概1000多個畢業生大概連三成左右 就是他差不多三成 在104學年度的時候更差 連三成都不到 簡單講就是說我們畢業時的學生 真的他就會有什麼樣 大概快七個要背票 大概七個就背票 所以其實這個南北之間 我自己也正來自南部 那等一下我們也有我們區域的那個這個候選人 其實在南北之間這個落差真的很大 可是這個問題 老實說每一次都是在選舉的時候就是口水戰 然後就說南北不平衡 但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呢 我們卻未必是真正的這麼的關注 我就順著剛才談了 其實說目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台灣整體的這個發展 如果說各位去看一看 其實現在是有一個完全的南北之間的失衡 就是說怎麼說 就是說我們大概在新竹以北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塊 我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往這個區塊去集中 不管我們的這個各種產業啊 那個核心啊 或者說我們的人口大量的往那邊 老實說你看像我們高雄 本來原來是台灣的第二大都市 這幾年已經變成第三了 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口也這樣往北跑 那像我們隔壁那個屏東 那更是全台灣人口流失最嚴重的 它大概這近十來年 當然人口剛好差不多也流失了十萬 所以這個中間的狀況就是很顯示 就是說其實它真的出現了一個很大的 在所謂的國土發展上的這個不均 這種不均其實對南對北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就是在北邊 我們這個就是說人口超級的這個稠密 那我們這個交通也庸塞 那其實那個競爭壓力也是超級超級大 因為資源的就是這麼一點點 那在或者甚至再衍生出非常高的這個房價的問題 其實說在台北的這個生存 就是大台北地區或者是新竹以北 整個台灣這個北部這個廊道 它其實是有很大的這個生存的壓力 那另外一方面到了我們門部呢 你會發現有個大問題又出現了 就是人口不斷流失 它空洞化得很嚴重 剛才我為什麼要報告它 就是說人口的北漂 這些問題都始終存在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要有一個真的新的想法 去審慎的想像 就是說我們今天是不是真的 在香港的國土規劃上出了問題 那剛才其實也談到這個國土計畫法 其實國土計畫法 它其實是有一些它的這個進程 它有些它的進程 其實我們這個進程 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其實我們本來在這個現在 就是在2018我們訂定了這個國土計畫法 那我們在2018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全國國土計畫 這個被公告出來 這是一個上位 然後到了2020 其實2020就是馬上一個月不到的 那我們就應該要有所謂的 這個縣市國土計畫 縣市就是各縣市 那當然它除了台北 金門連江跟嘉義市不用之外 那其他18個縣市 它都必須要公告 它的這個縣市的國土計畫 那當然現在來看 這個公告的這個縣市國土計畫 其實現在說實話 可能已經要跳票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各縣市不是還沒有完全搞出來 就是各縣市自己做的這些縣市國土計畫 跟整個上位 我們講說整個上位的這個國土發展 那個想法它是不太一樣 比如說在很多的這個我們的縣市 它主要是它怎麼規劃它的這個縣市的國土計畫 它就報很多的這個比如說商業區 產業園區 觀光景點 這些可能就多達1.5萬公頃 可是實際上呢 這可能跟我們那個上位 本來原始全國來規劃的 可能多了4.6萬 那另外呢 比如說在農業區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有很多地方政府 我們也知道 其實現在地方政府唯一在財政上 能夠變的魔術 常常就是它是土地 它是土地 所以呢 他們就希望呢 很多這個像農業的這種用地呢 他們也可能盡量的把它變成 這種比較模糊化一點 甚至在這種區塊呢 可能未來呢 它可以轉成這個住宅啊 商業工業這種 甚至導致真正的那個農業的用地 大概存量只有65萬公頃 其實這個也是低於我們國家 整體那個戰略 是說要74到81萬公頃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那更不要講說 整個這個縣市的國土規劃裡面 涉及這個防災啊 國土安全啊 還有一些公共建設這方面 其實它都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台灣的這些國土規劃 我們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在 我們有一張 對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大概也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是22個地方 縣市政府 其實這些22個縣市 當然它有一些歷史的脈絡 有些歷史的脈絡的發展 但是今天我們來 還是審視一下這樣的發展 我們必須這樣來談 就是說除了大概比較都會區之外 其實在很多 就是比如說是縣 或者是比較偏一點的地方 其實它在發展上 它都有很大的困境 發展上都很大的困境 我們甚至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像 如果六都除外 就是這種都會區除外的話 多數的地方政府 應該這樣講 它就算把它縣內 匣內 所有的這個稅權都給它 它還是入不敷出的 它是入不敷出的 所以它的問題是很多很多的 可是各位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已經有22個縣市 但是每個縣市它還是要有它的自主性 也有它自己要爭取的東西 譬如說以往各位如果還有記得 為什麼今天大學這麼多 因為當年就是說 每個縣市都要有一個大學 所以不可以有縣市沒有大學 或者是說我們可能有很多地方 我們都要增設自己的園區 流行音樂中心等等 就是說你有了我也要有 其實這個在我們政治學上就這樣講 這就是一種肉桶立法 肉桶立法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要分一杯根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在財政上其實大家也知道 這幾年有一些地方縣市 它的問題非常非常的嚴重 比如說之前在像苗栗 大家也很清楚 它就是說出現了很大的財政的危機 這很簡單 如果我們各位有去過苗栗就知道 也許會發現它其實後來的 很多的這個公共建設有推出 可是很可惜 這些公共建設出現了之後 可能卻填不滿 或者說它有產業園區 沒有廠商去建築 這些東西都做了 投入了 可是就是光看到建設 但是卻沒有看到那個實體的 那個產業的這個發展 所以這才是真正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今天整個區域規劃 是出了很多的問題 尤其尤其這幾天柯次郎也談了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這個六都的這個出現 其實各位也可以想像 其實這六都的出現也是一個滿政治性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因為為什麼會有六都 而且這六都的這個設計 如果我們仔細想想 其實它還真的有趣 比如像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 我們就是一個荷包蛋 這個我們中間是這個蛋黃 旁邊是蛋白 可是大概全世界很少有看到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的話 那我們每個地方都要升格為都 當時為什麼都要升格為都呢 因為覺得說升格為都了第一好像比較高級一些 第二呢好像我們在一些資源的分配上可以得到更多 但是整個這樣子的這個發展下來 其實也造成我們這個更不均衡 我們必須講實話 就是說它更不均衡 因為大家都往這個都的地方集中 像我們現在這個偏鄉一點的地方 為什麼今年我們又說我們今天是所謂地方創真年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的偏鄉真的出了大問題 很多地方偏鄉真的出了大問題 人口完全流失 然後它也沒有產業 甚至講得更好玩的 甚至連7-11都不願意去開了 因為覺得說我去那邊開抱歉沒有人怎麼辦 也不瞞各位還有報告下 其實這種現象當然全球也都會發生 那這種我們就稱為所謂回歸都心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越來越更少子高齡化 各位可以想像 然後年紀大的人他住在偏鄉 可能今天要去個醫院就很麻煩 那最好的房子還是要住在都會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樣子的這個國土規劃上 其實問題是很多 其實說它不只是這個行政區化 它也包括了他們的這個財源的問題等等 這些我們當然都未來還是要講 其實事實上如果各位來看這個圖 其實我們現在比較來看 其實甚至我們有點是 但是當時這邊有個日據時代 就是日據時代的五周三廳 五周三廳 其實這個日據時代的五周三廳 好像它比較像我們現在的真正的這個 生活圈的概念 就是說可能我們各位講說這個北北基啦 陶豬苗啦 中章頭啦等等這些 所以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是不是真的也到了一個時間 認真從一個更區域性的這個角度來思考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只要一旦以這種個別縣市來考慮 這種本位來考慮 不管我們今天在財政上 不管我們今天在整個這個國土規劃上 其實都會出現不少不少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我們真的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那當然我們今天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民眾黨這邊也有一個這樣的思考 就是說我們覺得其實在今天這個國土規劃 這個計畫法雖然要求各縣市 要把它的國土計畫到位 可是現在很可惜的一看好像也不太到位 甚至我可以再多報告一個資訊好了 就算我們現在比如說我們這個前瞻的這個計畫裡面 也有所謂這個產業用地的這個需求面積的這個想法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其實這個產業用地的這個面積 在前瞻的這個規劃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它其實哈市基本上都是在北部為主 那其實在中南部它哈市比較有限 就是說我們就算既有的產業政策現在在推 如果說沒有做一個比較更有策略性的這個想像或布局的話 以目前的這個走下去我們可以這樣講 可能下一次選舉的時候我們還是在談南北部平坦 還是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真的要有一個跨越我們現在這個目前這個行政區化 然後甚至要大膽一點的更前瞻性的一個想像 應該是這樣說我們這幾年有一個想法是這樣 其實在我們自己的我自己也來自南部 其實在南部來講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南部的這個問題 有可以一個這樣子的思考 就是說在高雄跟台南之間我們去認真思考一下 其實它這邊大概高雄到台南大概直線的距離 大概是五十多公里 那如果從新竹以北一路要是跨到這個台北這邊 大概是六十多公里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上 如果我們去思考 因為剛才我們學姐也談 就是說像台北當時有一個軸線翻轉的經驗 我們真的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其實在南部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創造一個 有發展的這個科技性的廊道 我們不是只談高雄也不是只談台南 而是高雄跟台南 它其實可以用一個聯繫上 做一個像雙子城一樣的概念 從台南到高雄之間 因為兩邊它剛好是都會 那中間的這一塊腹地呢 其實它是很多很多可以想像的 其實目前在這個中間這個區塊 已經是已經有不少它基礎性的東西了 像是在台南 只要一出了台南市區往南編臉 它就有所謂沙倫的這個綠能的智慧城 這個地方其實也就是 台南的這個高鐵站所在地 這個位置呢 它不只是說是一個綠能智慧城的這個發展 它也包括其實未來的中央研究院的南院 成大的部分校區 還有交通大學的光電學院 其實它都在這個區塊 其實這個區塊呢 像最近還有這個新聞 講說這個最廢的高鐵站 是說是這個台南 如果說我們可以想看 今天如果讓這個台南的這個高鐵站 其實當然如果各位 對這個地理區會更認識 其實台南這個高鐵站 確實是離高雄是比較近的 它其實就是 等於說近了高雄反而是更快 它其實就跟 就等於是高雄的真正的北邊 那這個就是在沙倫的這個部分 在往南其實不久 其實就是會到達高雄比較北端的 一些重要的這個產業園區 像是這個所謂的陸主科學園區 它是屬於南科園區的高雄園區 我們一般稱為陸科 那另外陸科再往南一點就是鋼山本州 其實這個地方就有我們的一些精密工業 有我們的這個金屬扣建等等這些蠻多的 那如果再往南其實現在也剛被通過了 所謂這個橋頭科學園區 所以在這個腹地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有效地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大的串點 形成了一個真正的科技廊道 因為中間剛好這些園區存在 那它當然在交通上它北邊就有這個高鐵 其實就是高鐵台南站 那串到南邊來的話 當然就是高雄的左營站 在這個廊道裡面其實它已經存在了很多 還不錯的就是說我們對於一些 產業園區的規劃 而且也包含了很多重要的這個產業 比如像半導體 光電等等這些都有 那到了更南邊當然其實原來高雄市這邊 也有所謂的這個亞洲新灣區 待會也許我們的博勝也會來談這些想法概念 所以在這個串連裡面就是說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就是這樣講 如果我們有機會讓台南到高雄 這個從兩個市再加上它的中間 如果能夠形成一個像我們今天北部的這樣的發展 這也就是說我們說這個台灣的軸線翻轉 不是只是一個都市的軸線翻轉 而是整個台灣的軸線翻轉 如果我們能做成這件事的話 那其實對台灣的這個幫助是會很大的 因為我們不僅僅只是這個讓北部減壓 也會帶動南部的整體的這個發展 那其實有時候也有人在談一個問題 說像常常談到所謂國際機場等等這種問題 其實在這個區塊裡 我們其實也可以去有更多的大展的想像 譬如說如果說我們真的要有一個更大的 這個南部國際機場 其實在這個廊道裡面 說不定它就有一些位置是可以去思考的 譬如就是靠近永安的這些潔定的海邊 或者是岡山空軍基地的這個擴建等等 這些都是也有可能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考慮就是說 比如說在這個高雄的南端填海造陸 這是原來的一些想法 那這些都是可以 就是說這個大的思考 它是必須是超越本位 就是我們還是在講說 我們原來太多的這個從行政區化 從國土計畫 甚至從財政收支劃分的這些想 這些法治裡面 我們以往的問題都是什麼 我們以往的問題都是我們都是本位 我們都是肉桶立法 結果導致每個人都分到堂 結果每個人分到堂之後呢 就是蚊子園區蚊子產業 然後什麼都沒有做起來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跨越這個方法 其實我想我們民眾黨要提出的 就是這樣務實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是希望如果台南高雄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協調 在這個區化上它不是各自為政 自己玩自己的 能夠從台南到高雄這樣的一個廊道 整個把它發展起來的話 我相信對台灣這個南北之間的真正平衡 才會真的有大大的幫助 而不是說就是說各玩各的 所以事實上這樣子來談 就是說我們也不是說只是回到說 這個好像那種傳統的概念 只是雲家南啊高平啊這樣子 其實我們認為只要合理的 這個行政區化都應該有一個 更前瞻性的這個想像 像高雄台南雙子城的這樣子一個建構 中間的廊道的配置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讓我們既有的 現在這個制度真的脫胎換骨 而不是說在那個既有的那個肉桶立法 大家來分章的那個苛舊裡面 就是永遠走不出來 而且談了那麼久 結果永遠是南北不平衡 永遠呢還是人口北漂 然後造成南部的發展的這個限制 所以以上我這邊就是這樣補充 就是說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不只是 像剛才我們有很好的台北經驗的 這個都市的軸心翻轉 我們也希望有台灣真正的 軸心的大的翻轉 南北之間的真正的大的平衡 好 謝謝 謝謝剛剛基督老師的這個分享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還要再談的是 其實是從在地基層的聲音 來告訴我們這個產業 在南部要怎麼再做升級 甚至跟這個博主規劃有關係的 那是不是請博勝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各位 那剛剛張老師他講的 就是有一個非常讓我非常的 就是說感同身受 因為我也是高雄人 在高雄一輩子 那我也是北漂到台北念書 那一開始的工作機會也是在台北 後來我從政的時候呢 那在高雄幫某位立委打選戰打完之後呢 我也是北漂到立法院 在裡面待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所以高雄的工作機會真的不多 那年輕人的發展機會也非常的少 那這個循環下去當然就會造成低薪的問題 那源頭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沒有產業 沒有一個通盤的一個產業規劃 這個產業規劃的南北的嚴重的失衡 我想去年 民進黨已經遭受到苦果了 去年的寒流就是 高雄對民進黨執政20年的不信任 把民進黨政府推翻了 但是呢 那個韓市長呢 他沒有辦法提出改變高雄的方法 那現在落寶去選總統了 那前兩天的政見發表會 我們大家都看到 就是在口水戰 就是在互相罵來罵去 但是 有沒有人提出解決高雄 負債三千億的辦法呢 如果說 韓市長 你當你去年能夠推翻民進黨 是因為你給大家一個夢 你可以解決高雄的問題 那拜託你拿出解決高雄負債三千億的辦法 那同樣的 民進黨的 蔡英文 蔡總統 如果今年 你要打敗韓國瑜 或是你找一堆人 呼籲大家上街頭去罷免韓國瑜 如果你只是用情感 在做政治的動員 而不是拿出解決高雄辦法 解決高雄負債三千億的辦法 的話呢 我覺得 你跟 韓國瑜一樣 民進黨 國民黨 你們都 在騙高雄人 你們沒有解決高雄負債三千億的問題 好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提出一個計畫 叫 高雄起飛 台灣重開機的計畫 那我的主軸概念呢 就是用工業都跟 我們來 藏債三千億 我們來解決高雄負債三千億的問題 我們要讓高雄起飛 我們 高雄起飛 才能讓台灣重開機 因為整個台灣 我們要做一個整體來看 呃 在 蔣經國先生 蔣經國總統的年代 台灣的經濟起飛 甚至被人家講成是 台灣吉吉卡吧 那個年代 真正 帶頭的 當台灣 這個 亞洲四小龍 帶頭的這個經濟起 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小港前陣 他用重工業 帶領了整個台灣的經濟起飛 甚至變成 整個大陸再改革開放 甚至東南亞 沿岸 他們在做 進行這個 那個工業的這個在 呃 的過程中 一個模仿的對象 但是呢 為什麼高雄會二十年來 然後呢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低薪 沒有產業 甚至呢 產業沒有辦法去更新 就是你有一個很完整的產業規劃 那 其實呢 我這個規劃其實 非常的簡單 而且 不需要 由政府出錢 就是說 我這個政策 並不是由政府 我開一個好幾千億的一個 大餅 然後來騙選票 那 而是我們用 我們很早期就規劃的 南興計畫二期 填海造陸 的這個規劃 有四千六百公頃 好 大家剛剛在這張 區域計畫圖 可以看到 淺 淺黃色的地方 就是 有規劃 但是還沒有填的 還沒有建的地方 那 南興計畫二期在這邊 好 就是在 在南邊這邊 因為它現在下面被圖利擋到了 所以我用紅色的線把它補起來 好 對 好 謝謝 好 對 這邊 這個地方呢 當初呢 就是吳敦義當市長的時代 就已經規劃 南興計畫二期 它有四千六百公頃 好 那現在呢 我的新計畫 配合 小港機場 你看喔 我們高雄的都市發展 小港機場其實已經是在 市中西的邊緣地帶 這邊的土地的價值也是非常高 而且因為機場在這邊 它影響到整個小港 以及前鎮的發展 讓這邊有限見 限高 等等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我們把機場 按照原定的計畫 二十幾年前 就是 曾經有發生一場空難 有18位 空官殉職 他們當初來 就是來這邊 南興計畫這邊來考 來考察 這個新機場的用地 那我們 我們就是跟它的軌道 跟機場的軌道平行 我們多規劃兩千公頃 的用地 其中呢 七百 六十 七百多 呃 其中七百六十公頃呢 我們用 用作機場的用地 然後呢 另外呢 一千兩百四十公頃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 航空城 一個升級轉運中心 這個其實就是當初 我那個 一整個 亞太營運中心 亞太轉運中心的 規劃的一個藍圖 但是呢 為什麼有規劃藍圖 卻沒有 那個實現呢 這背後 原因我們就不多討論了 因為包含說 有什麼 那個政府 藍綠政府 無能 然後被 那個 一直的那個政黨輪替 但是呢 一個好的計畫 如果我們 它是對的 當初的那個計畫 如果是對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去想辦法 讓它能夠實現 而且不是用政府 補貼大錢的方式 就可以去實現 好 那 謝謝張老師 那接下來呢 好 這是我的 第一階段 南興計畫 四千六百公頃的填海照路 我們多填兩千公頃 其中的七百六十公頃呢 我們拿來做機場 一千兩百四十公頃呢 我們拿來做那個 亞太升級加工轉運的 特區 那 四千六百公頃 規劃為石化升級產業園區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 高雄的工業區 其實相當的破碎 其實破碎 而且在產業移轉的過程中 在產業移轉的過程中 這是左南地區 這個非常大 就是以前的武清 中油 中油在這裡 五千列油場 那旁邊這邊 石 人大工業區這邊 然後呢 整條廊帶 其實呢 你看到小港前鎮這邊 有非常多的工業區 包含說 林海工業區 前鎮工業區 然後呢 林園 林園工業區 大發 其實是非常的破碎 而且呢在五千 停工之後 然後 大家還記得氣爆嗎 那為什麼會有氣爆 就是因為 這個 這個 從這邊 當初 有管線 穿過整個高雄市區 到這邊去供應 人大工業區的一些廠商 那這一些呢 其實都有公安的危害 那 在氣爆之後呢 其實呢 也沒有人能夠提出新的 如何去將高雄的 石化產業 重新統整的一個 新的產業的規劃 那 所以呢 我現在呢 這一個 這一個計畫 我們 將 四千六百公頃 規劃為 石化產業的一個 升級 的一個園區 它可以 淘汰掉它 五十年的 舊設備 那 甚至說 不需要任何管線 穿過高雄市區 然後 我們把它全部 集中到 我們把它全部 集中到 我們 新田 新田海的這個 海浦新生地 四千六百公頃 好 這是 好 這是接下來的 第二階段 我們將它 整個石油 石化產業 我們將它升級 然後 集中到那四千六百公頃 那這樣子呢 還有另外一個 好處 就是呢 它們遷移過來之後 它們 大概 這些石化產業 的這些工業區 將可以 空出 非常大量的 土地 我估計 大概有三千公頃 左右的 土地 工業區的土地 將這些石化產業 從高雄的各個角落 集中到 我們的 新田海浦新生地 這個石化產業 升級園區之後 空下來的 三千坪的工業用地 我們就可以 供 鮭魚板箱的台商 他們回台投資 的用地 而且呢 我們還可以選喔 我們還可以挑喔 我們可以挑 符合我們的要求 低烏蘭 然後呢 低耗電 高CP值的產業 回來投資 甚至一個 大型的產業鏈裡面的 公司 我們可以挑 它最精華 CP值 最高的一段 譬如說 研發產業 我們請它回來 利用空出來的 這三千坪的土地 好 來投資 那這整個流程呢 現在 娃娃博勝稱之為 工業都更 不是只有住宅需要都更喔 我們這個產業 高雄的產業規劃已經 二十幾年沒有動過了 現在正是 工業都更的時候 我們重新來工業都更 我們 讓 流浪 流落在外的那些台商 資金流落在外的那些台商 他們願意回來投資 解決他們的用地問題 好 那這整個產業鏈呢 將會 好 將會幫呢 將會幫我們整個高雄 帶來一劑強心針 那高雄一定會起飛 那台灣也會因為高雄的起飛 從台積 經濟能夠重振 經濟能夠再次起飛 好 那 我的整個概念 我回到剛剛的第一點 好像我剛剛漏講的一個齁 六千六百坪 他的填海造物的成本 我們每一公頃的填海造物的成本 是兩千五百萬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六千六百公頃的 台北新生地 填海造物的成本 是 一千六百五十億 但是他填好的這些用地 我們用工業用地 我們用比較保守的估計好了 我們一坪 我們賣五萬塊就好 我們有一點五公頃 我們有那個六千六百公頃 然後呢 我們一坪賣五萬塊 也就是一公頃 我們可以賣一點五億 給這一些升級的石化產業 以及航空公司 好 那這整個流程呢 我們 就可以獲得九千九百億的進帳 這九千九百億呢 扣掉一千六百五十億 的成本 所以高雄負債三千億的問題 在這個計畫 只要開始實施之後 就可以償還 而且還可以為 市庫 然後創造 五千億以上的收入的可能性 讓高雄市 有經費 可以去做社福 可以去做 照顧弱勢 可以規劃 社會負債 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覺得 不管是韓國瑜韓市長 或是蔡英文蔡總統 你們的代言人現在都在 我的選區裡面 在跟我在選舉 但是呢 我覺得 如果說你們真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真的是一個負責任政治人物 你們先提出解決高雄三千億負債的辦法 好 我希望韓市長 蔡總統 你們來跟我辯論 看看誰是真的對高雄人民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今天謝謝兩位的分享 那其實我們今天講的是這個 國土計畫的這個功能 還有分區啊 希望 在中央的部分 不要只是由法律 落實而已 那但是它要落實在我們土地上 要讓人民看得到台灣的改變 那也希望呢 藍綠在談這個政治性問題的時候 可以像台灣民眾黨一樣 務實的談政見 不要把這個前瞻性的地 前瞻性的這個未來 我們要把台灣的前瞻性的未來發展在台灣民眾黨落實 那也希望呢 未來可以看到國土計畫是一個更完整的 然後是一個更有前瞻性 可以讓台灣更有未來的一個方法 那今天謝謝兩位的分享 那也謝謝線上陪我們的所有觀眾朋友 也謝謝電腦的媒體朋友 那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